美国方面最近在新加坡提出一大堆关于南海问题上的无理要求,引起多个国家反感。 美国要求抵制在南海的军事化,并要求废弃岛礁上的武器,并保证在四年时间里,不会有任何新动作。 伊朗就是首当其冲反对美国这么做的国家之一,直接站出来表示,希望美国远离南海,因其过分举动伤害到其他国家利益。 不仅如此,伊朗方面的态度,不仅仅在言语上有所表现,这次更是动真格的,决定重启油浓缩项目,这证明了伊朗正在向研究和武器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。 美国文此消息是非常激动的,强烈反对伊朗这么做,并直接表示如果伊朗一意孤行,不排除将会对其使用军事打击,迫于西方国家给予的各种压力。 伊朗开始和俄罗斯和中国慢慢靠近,这就让美国更加害怕了。 因为中国是伊朗的石油进口大国,在南海岛礁上的问题,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,所以中国的立场是站在伊朗这边的。 更有军事专家预测,伊朗在此次的访华活动中,必定会和中国谈到一些国防领域的合作,更有可能这次会和中国签署伊朗的合作协议。 事实上,伊朗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,一直是我国的合作伙伴,一直不断地向我国进口各类军事装备和武器,其中包括现役的战斗机反舰导弹,导弹铁。 中国现在可供伊朗选择的武器还有很多,同样的,中国也可以通过向伊朗进口天然气、石油等等来提高两国的合作关系,解决外汇问题,实现双赢。